尊敬的李校長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下午吉祥 阿彌陀佛 抱歉 剛剛耽誤了幾分鐘 今天早上 這算最後一次互動交流 大家還有什麼疑問 都可以提出來 我們李校長 還有講課的老師 都在 我們現在這個世間 佛法講的 共業所感 就是造作的惡業太多 天災人禍不斷 根本解決的方法 建國軍民 教學為先 因為是人心 遭趕來這些天災人禍的 禍福無門 為人至招 善惡之暴如影隨行 所以人也好 團體也好 那 都跟他造的 善惡業 果報有關係 所以問題呢 也不是太複雜 所以上書 我們有看了 我們有看了這個福生 一家人保護上書 上書講 做善 降之百祥 祥是吉祥 我們學的吉祥經 依教奉行 就能招來 聖廟吉祥 做不善 做不善 降之百秧 那當然 尤其做父母的人 會很擔心 子女在這樣的 因緣當中 會不會出什麼意外 所以有一尊 觀音菩薩 很慈悲 我們好像 課程當中 有沒有跟大家提到 四大菩薩 大願地藏王菩薩 是 學習孝清尊師 接下來是 大悲觀世音菩薩 這個是學習慈悲心 孝清尊師是開發我們的 本有的信德 無量的智慧德能 從孝清尊師來開發 所以地藏地藏是 心地保障 所以每尊菩薩這個名 都有表法的 第三呢 是哪一尊菩薩 文殊施利菩薩 你有慈悲啊 你還要有智慧 才能幫人 悲至雙韻 你只有慈悲啊 沒有智慧啊 慈悲多禍害 你看一個當媽媽的人 很慈悲都沒有理智 沒有智慧 他就會溺愛他的孩子 對他孩子不利啦 你看 這就是溺愛的結果 都在飆車 是吧 是吧 對啊 所以你看六成都在說法 我們這樣體會溺愛就體會得到了 所以大家要幫別人 要有理智 要有智慧 才幫得了人 不然會越幫越忙 第四才是普賢菩薩 那個星亮跟佛一樣 那這個觀音菩薩 在無量壽經 或者在普門品 都有提到呢 觀音菩薩 他發願 他是千處祈求啊 千處應 他會來救度 危難的眾生 所以無量壽經有一段話 各位同學都要記住 眾生若有急難恐怖 你剛好遇到危險的情況了 但至歸命觀世音菩薩 無不得而泄脱 你這個時候沒有恐慌 懂得念觀音菩薩 他的願力就會來救度 你會脫離險境 甚至於你幫你的家裡人求啊 都有這個感應 有一個母親啊 他在人家家裡幫忙 結果是富貴人家 這個少奶奶呢 她也學佛 她都念觀世音菩薩 有一天呢 她就請教她的少奶奶 她覺得人家已經夠富貴的了 還在修行啊 所以這個老人家 她是仆人啊 她就向這個少奶奶請教 你都念什麼 這個少奶奶有點傲慢 就覺得 哎呦 你還學我念觀音菩薩 她說我念荔枝盒 荔枝啊 大家看過荔枝嗎 吃過吧 她就叫她念荔枝盒 但是這個母親啊很虔誠 她就很虔誠 就念荔枝盒荔枝盒 結果後來她的孩子遇到海難 那就要淹死了 千鈞一髮之際啊 就感覺啊 有東西把它拖起來了 把它救上岸了 什麼東西呢 荔枝盒把它救起來了 所以你看 她沉心啊 連荔枝盒都有感應啊 把它救起來了 我個人呢 也有遇過 危難的時候 有一次呢 我在爬山啊 走進一個小巷 小徑啊 突然呢 五六隻狗啊衝過來了 你們有沒有遇過這樣的情況 沒有喔 假如你遇到五六隻狗衝過來 你會怎麼做 跑啊 我看這不是上策 我看這不是上策 越跑 她說果然是小偷 她跑得更快衝過來啦 我看我可能也跑不夠他們了 這個時候呢 我就想到那個觀音菩薩啦 我就開始念觀音菩薩 而且我把眼睛閉上 大家知不知道我為什麼把眼睛閉上 因為我看著他們啊 我會很恐慌 是吧 這樣我念觀音菩薩呢 怕感應 這個頻率啊 會波動太大 我閉上眼睛我就可以專注念觀音菩薩啦 我閉上就開始唸 唸了差不多三十秒鐘啊 這狗不叫了 我一打開眼睛啊 這些狗自己離開了 觀音菩薩很靈啦 好 這個是剛好跟大家聊到 因為目前世間這個災禍 過比較多 我們在台灣啊 有一張照片啊 流傳很廣 台灣有一次是八七水災啊 幾十年前非常嚴重 觀音菩薩在大水當中啊 險跡啊救眾生 而且是在大水當中啊 坐了一隻龍啊 然後立在上面是白衣觀音 你們見過嗎 那是台灣拍出來的 好 所以記住喔 危急時刻 你啊 你就隨意也去啦 你那觀音菩薩 你就跟他的願力感應到交啦 那還有同學有問到 那還有同學有問到 大家冷靜去看啊 這個邪影呢 不只會啊傷害自己 還會影響到自己的家庭 別人的家庭 所以古人有時候啊 要這個營啊 靜殺 這個邪影跟殺很相近啊 首先殺誰啊 殺自己的身體啊 我好像聽過 有一個足球隊隊長 有一個足球隊隊長 男孩啊 十幾歲啊 身體很壯 後來協影了 過了幾年呢 看起來像小老頭一樣了 這身體耗損了 很嚴重 首先是殺了自己了 再來 這個都有社會的事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比方 這個夫妻 比方男子 女子協影了 哇這個先生太生氣了 氣到啊控制不住脾氣 把對方給殺了 甚至把對方的家人都殺了 他太生氣了 你怎麼生這樣的女兒啊 所以這個延伸出來的問題啊 非常嚴重 所以自愛 包含靜孝啊 一定要戒除 論語當中有一句話 父母為其疾之憂 不知道大家 記不記得這句話 這句話有幾個解釋 其中一個 古人啊 懂得孝順 只讓父母啊 在什麼時候擔憂呢 只有生病的時候 你說一個人一生 完全沒生病啊 不大容易 但是其他時候 都不讓父母擔心 就是生病的時候 但當然要盡量不要生病 那應光祖師 針對這一句啊 也提醒到 就是有這個 邪影的習慣啊 這個父母啊 比較難提醒 比較難啟齒 但是非常擔心孩子 假如有這個情況的話 那個對身體啊 損傷嚴重 那我們 文道有先後 樹葉有專攻 這是詩說裡面的一句話 文道 修行啊 不能說年紀大了 就修行比較好啊 有些人文道找 他所學的專業 樹葉有專攻 這個問題啊 我們請王川大夫 來給大家 用他的專業 給大家回答一下 好 我們掌聲歡迎 好 我們掌聲歡迎 法師的信任 那麼就這個問題 王川 跟大家報告幾個點啊 首先呢 中醫講叫精足 則不思淫 我們一個人精氣 避藏得很好 他也不容易起這樣的念頭 就舉個例子 大家最近在這裡啊 環境比較清淨 又能夠早睡 慢慢把身體就養回來 那麼吃的呢 也健康 是不是就比較不容易起這些不好的念頭 所以我們平時對治 早睡 如果身體已經有虧損了 可以用醫藥的方法調理 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助緣 那麼第二個呢 就是古人講的 這個聖毒的功夫要下 所以像昨天 黃會長也跟大家講感應篇 感應篇裡 講叫見他色美 那種在一個見字 這個在感應篇會編裡邊 都講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我們要在看到的時候 眼睛看到 讓自己動念頭的這些境界中下功夫 那麼第一個呢 這些容易刺激我們欲望的 不好的這些影視 還有手機啊 我們都要控制住 不然一直受到這種刺激 人也會起這樣的心 而且我們的念頭 會被這些刺激引導的 它會連綿不斷 那麼另外呢 古人都下這個聖毒的功夫 比如說我們已經 意志力很薄弱了 我們經常自己一個人 躲在房間裡 父母也不知道 還以為我們在用功學習 我們一個人做一些不好的事 別人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可以多 比如說像大家住在這裡 我們都是宿舍 互相可以提醒 比如說我們在家裡 兄弟姐妹 很多我們房間門經常打開 不要自己老是一個人躲到 房間裡去 也容易控制不住自己 總之就要在劍上下功夫 在剛看到的時候去轉念 那麼 古人講啊 我們養生私藥裡邊也講 我們一見呢 接著我們心跟著一動 比如說男眾是男眾女眾也好 見到美色 我們心跟著一動 這個浴火就起來了 這個時候身體就已經開始受到持續的損傷 還沒有等到我們去做什麼 就開始受到損傷了 那麼這個時候啊 如果我們不痛下決心 去努力 或者我們自述了 覺得哎呀 我可以應該能抵禦得住吧 有這樣的僥倖心 那麼我們心欲火起啊 等到他這個念頭很強烈的時候 可能古人講 縱使前面有刀山火海 我們也不能夠顧忌 就那個慾望 就讓人無法控制自己 所以我們要再 多參加集體的活動 另外呢 也可以適當的運動 不要讓自己一直悶在家裡 尤其是我們早上不早起 也很容易引發這種慾望的衝動 因為我們年輕啊 早上陽氣蒸騰 我們陽氣起來呢 本來這個陽氣是要給我們一天 學習工作來使用的 但是因為我們心不清靜啊 難免有一些雜染的慾念 陽氣起來了也會帶來慾念的興起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還沒起床 一直在睡懶覺 也很容易難以自止 所以我們要早起 要運動 那麼要運動 把這種陽氣啊 變成我們長養身體的一個動力 這也是第二個部分 那麼第三個部分呢 佛經上也講說 多貪眾生不靜觀 那麼我們這種貪欲很重啊 我們就要修不靜觀 當然延伸開來呢 就是應光祖師講的 我們可以做清想 我們趙小龍老師 跟大家報告了九個 借出諧音的方法 那個是法師在諸子智佳格言 蔡老師在這裡面講過的 大家也可以翻開來 仔細地去閱讀 看自己用哪一種方法 比較好用 自己來去用 或者是幾種的組合 就是我們寧未成功找方法 那麼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印族講的三個核心 第一個就是清想 我們看到讓我們難以自持的美色 我們轉念一想 如果這是自己的 是長者如母嗎 年長者如果是母親 我們的慾念就會頓消 那麼跟自己年齡仿佛的 就好像自己的姐妹 姐姐妹妹 那麼年幼者呢 如自己的女兒 我們做這樣的親想 第二個呢 就是做冤想 冤想就是那天跟大家報告的 我們舉一個旅祖的詩 叫二八家人體四酥 就我們看到這種美色 不管男重女重看到了 我們覺得好像很誘人 好像我們講的 世間人講的溫柔香 但是呢 腰間配到斬魚夫 看到他表面很可愛 不知道他腰間像配了刀劍 專門砍誰 砍我們魚吃 被他引動的心火玉起 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身體就被暗暗的耗損 就好像被刀啊 無形的刀劍給砍掉了 所以趙老師也說 射字頭上一把刀 那個刀其實是自己 動了貪欲 自己展向自己的生命 雖然不見人頭落 好像看不到人頭掉地 沒有那種血腥的場面 暗地叫人骨髓哭 好我們的腎經啊 腎是五臟之經匯聚的 我們中醫講五臟皆藏經 我們前面也跟大家報告了 五臟藏神 我們的神要發揮作用 他要通過我們的經 經就是能量 要通過他來發揮作用的 那五臟的經 最後都匯聚到腎臟裡 可是我們的色域 就會直接從腎臟掉能量 它本來是用來繁衍生命的 那麼腎足骨髓通腦 所以我們號腎經啊 我們的骨髓慢慢就枯萎了 腦袋首先就不靈光了 所以尤其是大家在讀書的年級 我們沒有看到 沉迷在這裡邊的人 能讀書很好 都是會反映記憶力衰退 掉頭髮 甚至骨骼開始出現軟化 骨髓少 然後骨質就容易疏鬆 人很快就衰老 所以這也是一個 重要的點叫冤想 就是這種看似誘人的境界 其實是我們的冤家對頭 最後一個不靜 不靜觀 我們可以觀想人 雖然我們現在 健康我們是用氣血充盈著 可是當我們離開世間的時候 我們喜歡的這種美色啊 它逐漸會腐爛 那麼 越來越變得臭惠不堪 那這是它本來的一個樣子 所以我們貪戀的那種美色 其實也是一種幻象 也是因為我們不明真相 產生的物件 我們可以多做這種觀想 不要氣餒 一次一次的再努力 逐漸逐漸就會淡下來 那麼最後一個呢 就是在普門品裡邊 也有一個方法非常好用 跟剛剛法師教導的也是類似的 普門品裡邊說 若有眾生多於淫欲 常念 恭敬 觀世音菩薩 便得離欲 我們要多稱念 那麼如果我們想用功 比如說我們起了一個不好的念頭 感覺已經壓不下去了 這個時候我們這種 親想冤想不敬想也不好用了 當然這三個方法我們平時要多練 功夫會越來越純熟 可是我們臨時已經控制不住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 成念觀世音菩薩的聖號 你說成念多少聲啊 因人而異 那麼大概給大家一個數據的參考 大概可以成念到八千聲左右 一般不用到這個數字 就會一念頓笑 是你會覺得很清涼很自在 經常成念自己也比較容易有定力 不容易受到干擾 那麼常念還有恭敬觀世音菩薩 就能夠幫我們離欲 另外呢 就像法師也跟我們講課中經常勸導的 我們多提升自己的靈性 逐漸呢我們就從世界娛樂的享受 變成了高雅的享受 所以昨天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聽好的音樂能不能幫助借協議 那那個實在更細微 不是當我們念頭已經起來了 念頭起來了我們要用剛剛這些方法 實在我們還沒有覺察到 但其實我們已經有很細的念頭 波動的時候 我們聽一些好的 比如說像古琴曲啊 一些音樂 把我們那種淡淡的情的念頭 還沒有到情欲 只是到情把它給疏解開 通過我們經常讀經念佛 包括聽課 我們提升自己的靈性 那麼這些也逐漸會淡下去 以上簡單的就自己所知 跟諸位做一個報告 有不當之處和不足之處 也請法師和諸位老師再補充批評 謝謝大家 謝謝王大夫 給了我們很多很好的方法 而且這些經典裡面都有指導 那剛剛提到這個 太上感應篇說 見他色美 這個見字很重要 不要去接觸 所以孔子指導 言回 言回問人 孔子說 課己父禮為人 那言回進一步說 請問其目 意思就是 那怎麼下功夫呢 孔子說到了 非禮物視 非禮物聽 非禮物言 非禮物動 這個事物 對我們克制這些欲望 是很好的指導 所以映光祖師有指導 我們用功 用言止之事物 不要去接觸不好的 非聖書 禮物視 不只是書 一切接觸的東西 只要會讓我們起不好的念頭的 都應該戒除掉 因為會必聰明 壞心智 我們的心智就越來越偏邪了 這個自愛很重要 言止之事物 真止之三行 真止的 無日三行無身 為人某不忠乎 與朋友交不幸乎 傳不惜乎 老師交給我的 我有沒有好好去做啊 其實人 他的正能量 這種道義的心 其實像我們假如很有責任感 我們就會覺得 每天的時間夠不夠用 不夠 我都覺得應該一天給我48小時 我都覺得不夠 事情都做不完 都是應該做的 所以今天假如我們覺得 好無聊啊 沒事做啊 那這個就代表我們沒有志向 責任感比較弱 還有時間在那東摩西摩混過去了 大家都已經啊 二十歲上下了 你們春天快晚了 我已經晚了 要不能再蹉跎時光了 那了凡事序裡面還有一個人物叫 徐伯玉 他日日之飛 日日改過啊 他每一年都很努力 但是都 比方說二十一歲了 就覺得哎呀二十歲 太差勁了 二十二歲呢 又覺得二十一歲 太多沒做到了 一直反省自己 一直改過 好 那我們呢 昨天有跟大家提到一個詞 叫 緊防業力發動 比方說 這個邪影 你都沒有去制止 激到一定程度啊 你的身體就 要恢復就非常難了 到時候你就做不了主了 這就是業力發動了 人應該要善根發動 我聽到好的教誨了 我就好好去做了 這叫善根發動 那這個人生就會 千祥雲集啊 就很有福報 常常遇到貴人相助 大家想一想 今天一個年輕人 都是很有志向 都希望為社會 為大眾 那你看我們李校長 會不會幫助他 王大夫會不會幫助他 鐵定的吧 當然也算我一份 是吧 這個很能夠理解到的 所以人生很多善緣呢 是你自己去招感來的 這個叫善根發動 這兩個差別就很大了 但是卻是我們的一個念頭 我們是善根發動 還是業力發動 那 在師長老人家 2016年 祭祖法會有一個專題 叫做 英小果大 你種的英很小啊 你招感的惡暴非常大 或者善報很大 其中舉了一個例子 佛陀那個時代 有一個老仆人 一個女仆啊 她剛好端出了 收掉的東西要去處理了 結果她走出來 看到圓圓 佛陀走過來了 她最崇敬的就是佛陀 她一看到佛陀 就想要供養佛陀的東西 結果手上只有腐敗的食物了 就特別難過 可是佛知道她心裡想供養她了 佛就走到她面前 接受這個供養了 大家想一想 佛拿了這個腐敗的東西 能不能吃啊 佛能轉靜啊 是吧 她能把那個食物轉變 她接受了這個仆人的供養 結果這個仆人的主人也出來了 那佛啊 就跟她的主人說了 這個老仆人很誠心供養我啊 這一點食物啊 她得的福報呢 是她會升天呢 做天人 想天福啊 好像是十五節的時間 那一節是很長的時間了 然後呢 她從天上呢 再轉世為人呢 她可以出家修行正果 那這個主人就說了 她在供養這麼一點點啊 怎麼這個果報那麼殊勝啊 那佛啊 就問她 你看佛很 很善巧 就問這個主人 你有沒有見過啊 很大很大的樹 她說有啊 我有見過非常非常大的樹 這個樹下呢 可以停多少匹馬車啊 她說五百匹馬車 可以在這一棵大樹下 你看這棵樹有多大 我曾經看過最大的樹 幾百年了 我給這個 這個村裡面的人講課啊 全村的人都在這棵樹印下 聽課啊 佛就說 哇 你看過這麼大的樹啊 我請問你這一棵樹的種子有多大 這個主人說 就像芥菜籽這麼小啊 大家看喔 種子是這麼小啊 樹有多大 有五百個馬車停在它底下啊 這叫陰小果大 這個是指什麼 恭敬老師 恭敬佛陀的善報 老婆上又舉了另外一個惡報啦 是神通第一的目尖連尊者 他才有一世啊 他的父母眼睛瞎啦 結果他娶的那個太太啊 德行不好 所以諸位男同學要沉加啊 眼睛要亮一點啊 你娶一個不好的太太 拜幾代啊 一拜徒弟了 爬不起來 娶一個好太太 旺三代 娶一個不好的太太 一拜徒弟了 那 他的太太啊 就挑說他 害父母 後來啊 後來啊 他就 這個 帶著父母啊 到這個 這個森林裡面去了 因為他父母眼睛都瞎啦 他就故意做啊 哎呀 強盜來了 然後他們夫妻啊 就自己拿棍子打父母了 結果當下呢 他的父母就大喊了 兒子啊 你趕快走啊 別管我們啊 哇 當下這個 穆監蓮的前世啊 他就善根發動了 就開始懺悔自己了 你看這麼危急之下 父母毫不顧及自己啊 都只想到他 他馬上就跪下來忏悔了 但是呢 他打父母的罪业啊 已經下去了 大家想一想 比方說二十分鐘好了 二十分鐘啊 他接下來的受報是什麼呢 那一世短命 接著就跪到地獄 很長的時間 之後再到 惡鬼道 再到畜生道 那個是天文數字啦 你看二十分鐘照的夜 最後要那麼長的時間緩 大家要知道啊 在地獄好不好受啊 度日度年啊 那個地獄你看 我們貪邪淫了 邪淫啊 在地獄的果報啊 是報銅柱啊 那個銅都燒熱了 這個業力控制住了 那個明明就是銅柱啊 把它當作美女了 一報上去就燙死了 而且可能一夜啊 萬死萬生啊 地獄很痛苦的啊 所以 地藏經 裡面有提到一個光木女啊 救她的媽媽 她的媽媽在地獄 把她救拔出來了 她問她媽媽 地獄什麼樣子啊 她媽媽馬上整個臉 很痛苦 不忍說啊 佛經上說 阿羅漢 她證阿羅漢啊 可以看五百世 她一想到自己在地獄的景象啊 她只是想而已喔 她不是在地獄喔 她只是想那個景象啊 流血汗 就恐怖到流血汗 你們有沒有流過血汗啊 沒有吧 光想就能流血汗 那個痛苦啊 真的 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人真正知道地獄苦了 她就會精進修行了 她不願意多到三二道去啦 所以因很小 但是這個善果或者惡果非常大 所以要警防業力發動 要對因果啊 要對因果啊 警覺性要高一點 那我也跟大家提過啊 這個人的福分呢 每天都有 家 減 臣 除 這個家啊 我們說日行一善 哪些地方可以行善啊 你走在路上 看同學拿了很多東西 你去幫他拿一下 這個就是行善了 你看到一個東西擺歪啦 可能人家走過去會撞到 你趕快把它擺正 不要讓人家撞到 這都是行善啊 你今天廁所上完啦 你把這個流理台擦乾淨 讓後面來的人看得很舒服 這個都是行善的 你替人家想了 處處都能夠行善 這個就是每天都在家裡的福報 有一個人身體不好 他就抱怨到身體不好 結果他一個朋友是修行人 他說你啊 吃素啊 可能你身體啊 就會比較好了 結果他接受了呢 他就吃了三年的素 後來呢 他覺得他的身體沒有明顯比較好啊 他就跟朋友抱怨了 你看我都吃了三年素了 也沒有明顯比較好啊 那他朋友看他這麼不高興了 他朋友就說啊 這個故事在安世全書裡面有 他說不然這樣好了 你吃三年素的功德啊 那你賣給我好了 他心裡想 哇 那我還可以賺一筆錢啊 也好啊 他就賣給他了 當天晚上 黑白無常來了 你們見過黑白無常沒有 應該沒有啦 見過的話我們今天就見不到面了 結果他一看 他就很害怕了 他說你啊 本來早該死啦 是你這幾年吃素啊 沿了你的壽命啊 你居然都賣掉了 今天你該跟我們走了 他說 他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天的時間啊 我把他買回來啊 這個黑白無常啊 也挺通人情的 好吧 給你一天的時間啊 結果他隔天去找他的朋友啊 他的朋友說 我昨天回來就把他化掉了 啊 他就一命呜呼了 他就沒有福報了 沒啦 所以不要小看 你一天吃素也是有功德的 物以善小而不為 物以惡小而為之 所以這加 減呢 我們複習一下 衛中達 他說我才四十歲左右啊 怎麼會有這麼多惡啊 沿羅王說 一念不正 你的念頭不對了 就種下惡的種了 一念不正即是造惡了 不帶犯也 你有念頭就是造惡了 你還沒有行為 陰間就有紀錄了 所以警覺性要高了 克念做慎了 克制惡念了 怎樣克制惡念方法最好 阿彌陀佛 是吧 不怕念起 只怕懼恥 正念現前 邪念自然 污染不上 其實念這一句佛啊 就是念自己的自性啊 阿是無啊 彌陀是量 數量的量 佛是絕啊 所以念阿彌陀 就是念你自性的無量絕啊 無量智慧 無量德能 無量的壽命 而且啊 念這一句佛號 能滅八十億劫 生死重罪 就可以消掉你八十億很嚴重的罪业啊 我們知道這個道理了 好好念啊 會念到你 智慧大開啊 業障消除 然後你的親戚朋友看到你說 哇 你怎麼額頭發亮啊 好 大家記住啊 大家回去有哪一個作業要做啊 要讓親戚朋友說 你變了 這個作業不難吧 好 好 這個是 簡 你念頭不正了 就會簡福報了 陳 為終答 君之一念已在萬名 這個念頭為萬名著想 我觀察過啊 全世界的華人 最有福報的是哪一個地區的 你們知道嗎 這個我有發言權 我全世界華人地方跑了不少 好 我觀察最有福報的是馬來西亞的華人 好 你看 好 比方說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辦活動 去的義工 超過一半都是馬來西亞來的 其他地區啊 要請三天假就很困難啊 哇 這馬來西亞同修居然 可以去兩個禮拜 他有福報啊 你沒有福報啊 你一請假就被fire啦 是吧 而且住的房子都特別大 叫做有福報 那我們觀察一下呢 福報是結果啊 原因是什麼 原因啊 李校長已經告訴大家了 你們沒找到原因啊 馬來西亞華人要交兩種稅啊 是吧 一個交給政府的 一個交給什麼 他拿出來是為了自己民主的文化 為了下一代著想 你看一般的人沒有這樣的心量啊 修到這個福了 所以這個福是屬於大的福了 好 好 那我們李校長的福報未來是不得了 不得了 好 那這個大家 這個吉祥經說要親近智者 這個校長他人生的閱歷很豐富 包含他逃離滿天下 他的學生在各行各業都有 當然你們要提升自己 到時候可能都會有善的因緣 校長覺得 嗯 你這個人 人品不錯 品學兼優 到時候給你推薦一個工作 你就善緣就可以聚集了 好 這個陳 魏忠達是個例子 我們馬來西亞華人福報修得好 也是個例子 再來呢 有一個小沙迷啊 他壽命快到了 好 結果 這個 照顧他的一個高僧已經震阿羅漢了 一看他活不了七天了 就很善巧的 那他回家 因為他還很小嘛 可以跟父母見最後一次面 過來七天以後啊 他回來了 這個阿羅漢很驚訝啦 他就入定啊 一觀察 這個小沙迷啊 回家的路上啊 剛好呢 雨下的很大 那個水啊 就要把一窝蚂蚁給淹死了 他馬上把他的 袈裟脫下來啊 就幫一窝蚂蚁解困了 一窝蚂蚂有多少生命啊 很難算啊 所以他因為救了一窝蚂蚁啊 他的這個命轉變了 他嚴授了 後來嚴授啊 他也精進修行啊 後來也正果了 所以壽命還是很重要啊 我也跟大家說過了 人生難得啊 正法難聞 中華兒女男生啊 要珍惜這個人生 今生 此生不將今生度啊 更待何時度此生 這一生啊 目標啊 脫離輪迴啊 不要再搞輪迴了 不然解決不了問題啊 輪迴啊 八苦 都是受苦多啊 身 老 病 死 怨 正 慧 這個不喜歡的人每天得見面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是不是壞事啊 戀忍辱啊 我們複習一下 六忍 利忍 妄忍 凡忍 官忍 习忍 慈忍 你說我也沒有做錯啊 他就罵我啊 我很害怕啊 大家注意啊 你沒有錯 人家還罵你啊 對你有什麼影響 你知道嗎 了凡事訊有講 誓之無過救 你沒有過失 橫批惡名者 子孫往往奏發 你的子孫會發達 所以罵你的人 把福報都送到你的後代子孫去了 所以要明理啊 以後被人家罵 好事還是壞事啊 哇 你們好日子快要到了 好日子才剛開始 對不對 對啊 因為你沒有錯 他還罵你啊 消業障 真福慧 金剛經有一段話 大家有沒有記得 我們已經舉了金剛經好幾句了 來 最後一天考試一下 金剛經有什麼 應該帶一點獎品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來 蘇翰 好 這個幫我記錄一下 真的有禮物來了 我是有備而來的 來 蘇翰有請 你會講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淫 你們有沒有覺得 頭皮發麻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淫 謝謝 這個是書籤 阿彌陀佛的書籤 阿彌陀佛隨時伴著它 有没有人最近要去台湾的 真的啊 你到台北去 要去看老和尚的文物展 当场可以送这个的 还有扇子 还有那个一切法 无所有必尽空不可得 扇子 展到九月五号 今年九月五号 金看经还有哪一句 我们课程里有提到的 你们忘了 肥皂泡你们忘了 刚刚练了 还有没有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这句话已经提醒你了 不要活在哪里啊 不要活在过去烦恼 不要活在未来烦恼 不要活在现在烦恼 安住当下用真心 你不止不烦恼 你每个念头 每一句话 每一件事在积功累得 这样的人生多好啊 你看你一开口就给人家信心 又可以给人家鼓励啊 那你就是行菩萨道了 好 那这个 陈 这个沙弥改命了 刚刚跟大家提到 这个世间 生老病死 愿正慧 所以金刚经说了 善男子善女人 受词读诵此经 就这个人词大臣经典 他在学大臣佛法 若为人轻贱 遇到有人 轻蔓他 侮辱他 先是罪业 我们都有过去生 先是罪业 因剁恶道 已经是人轻贱故 现在有人轻贱你 侮辱你 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当得阿纳多罗 三秒三菩提 就是当成佛 所以罵你的人 是帮你什么 帮你消过去的 三恶道的业啊 今天他没有消 我们要去哪里还啊 要去三恶道耶 下去不好玩耶 三徒一舵五千节耶 所以老和尚为什么对于那个侮辱 毁谤祂的人 他感恩啊 金刚经讲的清不清楚啊 对啊 帮我们消到业啊 所以老和尚都帮 侮辱祂的人 毁谤祂的人 毁排位 每一次讲完清啊 回向给他们 感恩他们 所以这个道理你真听明白啦 你就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啦 你就没有痛苦烦恼啦 你就会跟弥勒佛越来越像啦 笑口敞开啦 礼得心安 好 愿正会爱别离 求不得 很多苦都从哪里来了 你想求求不到就苦了 五阴赤身 我们昨天李医师说到的 色 生理的 是吧 受想行 心理的 你有感受啊 你的念头想法相续不断啊 那个行就是相续不断 是呢 你会落印象啊 在你的阿赖耶士里面啊 独悟伤情啊 看到什么啊 又很难过了 但落印象落得太多了 或者一看到一个人就很发躲啦 你落他的印象落得太深了 有心理的 有落在你阿赖耶士里面的 灵性的部分呢 所以你 哎呀我怎么抽刀断水 水更流啊 这个就是五阴赤身 很辛苦啊 你们有没有辗转反侧 一夜睡不着啊 有没有这个经验 心不辛苦 要看做人啊 辛苦啊 这个爱别离 所以人真的知道苦了 要离苦 得乐了 这个爱别离也是提醒我们啊 你人生遇到很好的缘啊 是乐吗 比方说你很爱一个人 他一离开你 你乐不乐 每天在那里 一日 一日失君什么 千万次 大家注意哦 你看起来好像 哇 很恩爱 首先呢 你离别的时候 你就苦了 再来你哪怕聚在一起了 你那种控制的欲望啊 哎你不能离开我 你赶快多陪我 甚至于 别人跟他讲两句话 你就吃醋了 是吧 你看都是苦啊 我给大家讲一个 台湾真实的历史 这是很有名的人 什么名 我就不说了 他夫妻很恩爱啊 结果他的先生 意外 死了 他太痛苦了 没有啊 先生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最后他自杀了 请问 他自杀的缘是什么 因当然是他在他自己的什么 他自己没有办法接受了 上天怎么会这样对我啊 因在他自己有怨 缘呢 缘就是他那个恩爱 造成他这个结果了 假如没有这个恩爱 他不会走这条路了 所以啊 人 这个坏苦 就是那个因缘 让你觉得很甜蜜 可是他会变啊 一变了 这个缘一坏掉了 你的苦就来了 是吧 有一些是本来就是苦的 有一些是 好了一会 突然就很苦了 所以真正爱一个人啊 不能让对方产生 这么强烈的贪爱 你真正爱一个人是什么 他没有你的时候 他还能过得很好 你这个爱是有智慧的了 不然你很可能造成他往后 很大的痛苦哦 所以我们刚刚说 要卑制双运有没有 要有智慧哦 当然刚刚举的这个例子 也提醒我们了 人生绝对不能寻短 一切法从心响生 你那个寻短的念头太强了 昨天李医师有提到啦 会招感什么 招感那个冤青寨主啊 叫你去跳楼 他会来干扰你啦 因为你的念头不好 会招感这些 而因为你的念头太强了 在佛经里面都有提到 这个真相大家要明白 不能干傻事啦 你寻短之后啊 你那个念头啊 就会一直让你重复 那个死亡的景象 七天就要再一次 七天再一次 而且大家要知道啊 一个人寻短之后 谁最痛苦啊 父母 家人 你面对这个最爱你的人 你最后让他生不如死 那这个罪业就重啦 大家要知道 大家要知道 佛菩萨同体大悲 神爱世人 所以你只要虔诚相信了 佛菩萨神啊 马上就可以帮助我们了 所以了解这些真相很重要 你的心才能安住 就像我们今天介绍的 一尊菩萨给大家啦 哪一尊菩萨 观音菩萨 你极难恐怖 他能帮你 你邪念克制不了 他都能帮你 那我们认识了 肯不肯啊 好好依教奉行去念啊 那就是看我们的善根福德了 缘已经遇到了 你真的去做了 就招感福报来了 好 那除啊 加减乘除 除就是把你的福报 折一大半了 其中比较严重的 就是忤逆父母 忤逆父母啊 敢得的是天打雷劈的报应 我们 讲了一个故事啊 有两个兄弟啊 轮流照顾妈妈 五天轮一次 可是这个哥哥啊 比较穷 结果不到五天啊 实在没办法了 接不开锅了 煮不了东西了 就请妈妈到弟弟那里去 之后再补回来 结果啊 这个妈妈去了弟弟那里呢 弟弟就不开门 一看到妈妈又关起来了 时间还没动 结果呢 因为他开了门了 妈妈已经闻到饭香味了 他们已经煮了饭了 他母亲就哀求了 不然我吃完这一餐我就走 他呢 这个小儿子不开门了 还交代 太太啊 把那个米啊 拿到房间里啊 用棉被把它盖起来 还不让他妈妈闻到 后来妈妈很伤心啊 就离开了 离开没有多久啊 这个天上就打雷了 一打下来啊 就劈死他们夫妻了 旁边的邻居 哇 那么大的雷声啊 都出来啊 看发生什么事了 结果一进他们家呢 他两个都死了 而且那个饭啊 还被棉被盖住了 所以人家才把这个故事记下来 哇 结果有个十五岁的男孩啊 听了这个故事就开始发抖了 老师问他你怎么了 他说老师是真的 因为啊 我有一个同学很不孝 刚好有一天下大雨啊 他在雨中 我亲眼看到他被雷劈死了 我也很不孝啊 所以他听了这故事就 自己就很害怕了 当然了 这个 上天不降罪给忏悔 改过的人 弥天的罪业啊 当不得一个忏悔 你懂得忏悔了 都能转 所以了凡事讯说啊 千年幽谷啊 这个山谷啊 千年都是黑暗的 可是呢 你拿了一根蜡烛进去 一灯才照 千年之暗就去掉了 这个就是比喻啊 你造的业 过去不懂事啊 造了很多 自成忏悔 这个罪业可以消掉的 所以这个无逆父母啊 哇 这个福报折得非常快 我好像跟大家说过了 有一个人 学问很不错 都考不上功名 最后遇到一个高人 有没有跟大家讲过 没有是吧 就说你小时候啊 曾经瞪过你父亲 我们听到这个故事 没有办法想象啊 我们怎么敢瞪父亲啊 这个父亲 比方说我们调皮了 然后父亲只要咳咳咳咳 我们就乖乖的啦 那哪还敢讲忤逆的话呢 好 这个是加减陈储 所以命由我做 伏自己求 伏田靠心根 福田分三种 第一个恩田 恩田里面最大的父母恩 有的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爷爷奶奶的恩德也非常大 外公外婆恩德很大 那我们知恩要报恩 怎么报呢 养父母之身 诸位同学你会照顾父母吗 肯不肯照顾父母 你肯还要学才会有 大家可以学习 王大夫讲的老老横言 你就会照顾父母了 第二养父母之心 兄弟母孝在中 都能体恤父母的心情 讲话能顺父母的意 孝顺孝顺 这个都是养父母之心 兄道友 弟道公 兄弟母 孝在中 这个也是养父母之心 父母看兄弟姐妹那么团结 非常欣慰 父母看到兄弟姐妹吵架是最难过的了 再来养父母之志 父母的志向 我们看汉书 这个班固 班招 他的父亲是班标 是吧 他父亲 希望完成这个史册 汉书 把这个字交给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也很尽力 你看一家人成就了这一部 很重要的历史 汉书 这个父亲在天之灵 很欣慰 第三 养父母之慧 智慧 清有过 见死根 仪无色 柔无身 这个养父母之慧 还有 要护念父母 修行 因为脱离轮回 才是彻底解决问题 父母离成垢 成垢就是六道轮回 指道方成就 哪有可能说我脱离了 看着父母受苦 我们也愚心不安 所以 知道宇宙人生真相的人 敬孝 不只孝这一生 还为父母的来生着想 第二个是敬田 恭敬 恭敬神 恭敬 三宝 这个都是敬田 包含 你爱惜一切物品 这个都是敬田 有一个人 在古代 看到质子 他就捡起来 因为质子都是 记录经典的 他用香的水 把他洗干净 焚烧 埋好 对质子恭敬 结果 他就梦到孔子 来了 他说你很恭敬 圣贤书 你年纪大了 我派真子 来做你的儿子 你看他恭敬 自子 敢来的福报 后来 他太太就怀孕了 所以他的儿子 叫什么名字呢 叫王真 这个是宋朝的名相 王真 所以诸位 同学 你们以后成家 说不定能敢 七十二贤 来投胎 你们 晨兴 爱惜 恭敬 圣贤人 还有 应光祖师 有教 求子 三药 你只要守住 三个原则 你敢来的 子孙 孩子 非常好 你们的眼睛 没有发亮 可能你们还觉得 那是几年之后 现在就要好好学了 好好做准备了 你们自己查 我就不说了 时间差不多了 包含你在用水 用电都很节俭 而且你用的时候想 我省了水 可以给很多人 可能他渴得都快受不了的人 我希望他有水 你是用这样的心去珍惜之源 这个功德也会很大 有一个人叫王斌 他小时候体质不好 常常生病 他一看到老人 他就很羡慕 人家长寿 所以他只要看到老人 他就站起来行礼 问候 很恭敬老人 这个叫敬田 后来他身体就慢慢变好了 最后活到九十三岁 敬老 这个也是赔福报 最后是悲田 悲田 你的慈悲心 爱护生命 在座 有没有姓杨的同学 大家知道杨的堂号叫四支堂 四支就是天支地支 天支 神支 子支我支 这是四支堂 叫杨正 大家知不知道杨正的祖先 他的父亲叫杨宝 杨宝九岁的时候 遇到一支 这个黄雀 被这个像猫头鹰的攻击 之后受伤了 又被蚂蚁困住了 他把这一支黄雀救起来了 把他养了 恢复健康了 把他放走了 后来有一天就看到一个黄一童子 来给他感谢 他是西王母的使者 要往蓬莱仙岛去 结果遇难了 被他救了 结果他就送了杨宝四个御环 他说希望你的后代子孙 都做到三公 那是臣子里面最高的 是皇帝的老师 而且是四个御环 然后他们的品性 品德都跟这个御环一样洁白 后来他的儿子叫杨正 孙子杨炳 真孙 赤 玄孙彪 世代都做到三公 都很清廉 所以你看 他慈悲心救了一个动物 感的福报那么大 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了 诸位同学我们课程结束了 代表新的开始了 接下来就要自己用功了 希望我下次见到你们的时候 金光闪闪 正能量满满的 天助自助者 天救自救者 你自己自立自强 很多善的缘就过来了 但自弃者天气 你自己放弃自己 不信任自己 再好的缘要帮我们 帮不上榜 有一句俗话叫 扶不起的阿朵 请问阿朵是谁 你们不要说刘备的儿子 那个是比喻 不是使忌应备 历史要活学活用 把这个历史要用在哪 用在自己身上 我不能当阿朵 遇到诸葛亮这么好的大臣 我要听他的话 不能像阿朵一样 所以大家生命中 已经遇到贵人了 我们老和尚 让他法身设立常驻 你每一天不离开他老人家教诲 那你福会增长了 好 祝福大家六十吉祥 何家平安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